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咯 明早上你去给我买十五十个药子呀 你太药不剩 你不管你不管你不管 给我买起来呀 啊四五十个哈 那我再买点小米辣 买点点蒜 买点香菜买点葱的蒜 好刀子切哦 他买不到啊 小哥 弄慢了 你的腰子啊 哎 我的腰子有五十个 老师今天跑遍到菜市场 都只五个腰子 那些杀猪的那些腰子全没了 不弄了 不弄了啊 要不剩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饱了就很他生的老师 你说这个小罗啊 真的是办事一点也不利啊 让他买一点腰子就买不到啊 买这么几个啊 今天我们就只能做一个枪斑腰花了啊 先说好这个东西 不是为了补剩啊 有什么好补的 先改刀 先把猪腰分开 斜45度下刀 推下去 然后平着把这个腰梢片掉 斜45度下刀 换一个方向 直刀切 三刀或者四刀切断 也是四五分之四的深度啊 尽量稍微切长一点啊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 放在水里面给它洗一下 然后沥干水分 然后在里面加盐 来一瓶最便宜的啤酒啊 继续抓洗 这样洗出来的腰子呢 一点都没有腥烧味 而且呢还特别嫩啊 最后再次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 洗好的腰土挤干水分 放到碗里面 少了一点点盐 胡椒粉 料酒 先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抓匀 来一点淀粉 抓匀 青笋用削皮刀给它削成长片 锅笋从中间给它腰断 垫到碗底 肠味不好来最好是烫一下 准备一点蒜末 青红小米椒圈 香菜碎 小葱 那个枝小的小嘛 枝小的小 快哭一个 那个枝小的小啊 先在锅里面烧上水 烧水的时候我们调个碗汁 里面加蒜末 小米辣 香菜 生花 生抽酱油 味精 来一点点醋 水烧开了来一点汤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稍微给它浸泡一下 水开之后里面来几滴油 我家肠味有不好的人啊 烫一下 十秒钟马上捞出来 剩下的水下腰花 好 只需要花三十秒左右啊 直接捞出来 先淋汁 锅里面放油 油温七成了下入花椒干辣椒 炸到起脏的时候啊 放那个香菜 上菜了 再炒一个回锅肉啊 今天的菜比较少 姜蒜放下去 来一下子豆瓣姜 豆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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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韩菜 整点韩菜回锅肉 是我吃的最好吃的回锅肉啊 放点点味精 翻凉哈 起锅 来 两个香草回锅肉 好香 好香 这个肉粿 来 来 有腰子 来用蒸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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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买五十个 只买了五个回来 没有蒸切 还不够 不够 发那个了 人子留就来来吃 我去 那个往那儿人子留就吃完 只有柳啊 还有那个柳子 还有这个尖了 因为那个我去吃 好香 按下大点 鱼肉 鱼肉 川鱼根 鱼米树 下了 鱼白 备走 腰子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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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别走 小明哥今天那个发型好奇怪 下午 下午 鹿鹿吃鴨子 補一下鹿鹿 鹿鹿 鹿鹿 鹿鹿鹿 小饼鹿 我吃骨头 鹿鹿鹿 很香 鹿鹿鹿 鹿鹿鹿 是 廢子 挂着 挂着 挂着不要挂 他们已经吃饱了 真是我喜欢 我喜欢 吃飽了很大的好多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